狗兔电影院 本周看什么 本节目有强烈个人偏好 不独立 不客观 飞第三发 充值热线请拨打 2333 3333 不知不觉又到了一年的七夕党 今天你还是一个人看电影吗 本周新片 有扎扎回孤天洛带来的传新版本 使徒行者2 有一边打外星人 一边谈姐弟恋的上海堡垒 以及高厂回归的粉熊救兵第四季 下面请看详细报答 使徒行者2 谍影行动 TVB近连兰德拿得出手的大IP 虽然这次电影版连瑟斯曼都没参演 但还是硬着头皮 拍了续集 张家辉 古天洛和吴振宇的浙华阵容 在近期港片杀堆的情况下 也不算稀奇 但在制作上 可以说是远超同好 直升机加爆破系 都还是小菜 主要是取景终于冲出了 香港那块弹丸之地 原赴缅甸西班牙派系 在异域街头飞奔的流程中上演飞车追逐 可见诚意满满 所以我自己都想去看了 推荐 上海堡垒 最新国产科幻大片 根据九州飘渺路的作者 江南老贼的同名作品改编 但看过原作都知道 它本质上其实是一个披着科幻外溢的言情故事 苏奇交路韩的姐弟恋组合实属新鲜 三亿成本扎出来特效 不会让人讨厌 但也不惊艳 今天有开启元年的流浪地球 朱玉在前 上海堡垒自然会更受关注 到底是硬科幻大作 还是硬要科幻 我们还是等上映之后再拭目以待吧 勉强先推荐一下先 苏人与李共沉海浪之杀 百年一月的天才动画师汤浅正明指导 今年上一节的最佳动画片 电影讲述女主在一场火灾中 与消防员男主一见钟情 然而日年没多久 对方却在冲浪时急急了 但劳动最大的是 女主很快发现 只要一唱他们的定情歌 男主又会在水中出现 清新的夏日画风 加上甜甜的狗粮 这才是我想象中的真水行物语吧 其实就是和看那样的片子 推荐 版周新剧 十二传说 TVP久违的灵异题材新剧 围绕了香港12个九富盛名的都市传说来展开 开播前吊出了胃口 结果看了一集才发现是低配版的走进科学 加神探伽利略 利用化学反应伪装大树成精 喷血混淆视听 用微波听觉效应 伪装外星来电来诱导杀人 凶手理工水平人均211985 真怕是印了那句 学好数理话 杀遍天下都不怕 反正我是看着比大妈主播直播出bug还要尴尬 不推荐 不推荐不推荐 因为一心照顾学生 所以他很少打理自己 织于头发型30年如衣制 买衣服基本靠电视购物 整集看下来流程依然温馨十足 让人如沐春风 他依旧安立着他的招牌 法式筛穿衣法 改造会了老师 西子upup 秒变女手下 节目最后还有一枚惊喜彩蛋 建议始终粉们不要错过 目前全8集已放出 一天追一记 爽玩再等一连推荐 被rapper咬了之后 就会变成rapper 日本最新沙雕丧尸剧 根据同名漫画改编 讲的是世界爆发rapper病毒 人被丧尸咬了之后 就会变成pm小丑 自带尬rap天赋 蒙媚女主为了用歌声唤醒被感染的男友 还必须去和丧尸学说唱 本剧的创意可以说是骚破天际 就是剧名太长 很难给人安利 我觉得可以改名叫 行尸酒又又又 可以接